2020下半年最值得期待的游戏 众所周知下半年是一个虚词 值得视力我上传这个视频 到2020年结束为止 所以呢这里面也会包括 5月份和6月份的游戏 我看到一些其他的盘点视频 给到的list非常的长 比如说会包括荒野之夕2啊 猎天使魔女3啊 银河战士Prime 4啊这些东西 我就奶一口吧 这游戏今年绝对不可能有的好吗 万一出了 我就同装倒立 今年可是这个世代的最后一年了 几个重要的游戏 可以说都是世纪末霸王 来 第一个 5月29日 异度之刃决定版 嗯 你谁啊 这位就是异度之刃的男主修尔克 异度之刃决定版在switch上推出了以后 很有可能会变成switch上最好的JRPG 好过DQ11 好过宝可梦 好过异度之刃2 但愿吧 决定版跟2很大的一个不同就是 他没有大凶蒙妹哦 yes 敢这么说是因为异度之刃的Wii原版 在那个世代就是全方位都优秀的JRPG代表 主要故事背景是一个被命运选中的酷尔 承担起拯救世界的责任 最出彩的还是战斗系统 玩过异度之刃2的肯定知道这种感觉 之前我为了玩到不马赛克的版本 先是试了3DS版 360P 后来又试了Wii模拟器480P 又到论坛里去翻了粉丝制作的一些高清素材包 折腾了一番还是没能玩上 现在终于有了switch决定版 我终于能玩上了 不过重制版好像有很多马赛克的样子 第2个 6月19日 The Last of Us Part 2 最后生还者2 听说到最后 他的死了 反正最后结局 之前有些玩意儿在网上到处剧透大竭子 没皮没脸 搞得我在网上搜《最后生还者》 只敢看我自己的 十分钟看完《最后生还者》全剧情 反复重温前作故事 神秘海域系列《最后生还者》 顽皮狗已经证明了 讲故事啊 刻画角色 他们就是这 新预告片中 角色台词还是一如既往的好 艾依的微表情更细腻了 跟新女友跳舞时的害羞 到决绝 痛苦 绝望 总之 买就对了 如果你害怕僵尸的话 就调成简单难度 可以自动瞄准 第三个 7月17号 对马导致鬼 玩着看起来就是武士版刺客信条 还是早期那种一刀杀人的 故事看着呢也比较传统 画面和音乐现在是最大的亮点 真的很棒 这个游戏导演绝对是黑泽民的粉丝 游戏还有一个武士影像的模式 就是把游戏画面都加上了黑白滤镜 和早期胶片电影的噪点 整个游戏的气质 都有黑泽民电影的那种质朴和刚毅 预告片最后就很像在致敬经典的用心棒 有个词叫东方主义 Orientalism 本来是指在西方对东方文化的研究 或者描绘的时候 带有明显不实际的刻板印象 或脱离现实的幻想色彩 比方说一提到东方 就会联想到 还有什么 风水 这些和西方完全不同的东西 可能和开发组是欧美的也有关系 这个游戏现在就给我一种东方主义的气质 很多地方都是符号化的武士元素 台词也缺少点细腻的可信的感觉 当然啦 我希望我的预感是错的 啊 又有新游戏啦 纸片马里奥 折纸之王 7月17号 纸片马里奥是马里奥的一个RPG分支 画面呢 有点轻松可爱的那种 整体感觉可能会和要西的毛线世界有一点像 同样是7月17号发售 和对马导致鬼是同一天 我选对马导致鬼 第五个 Cyberpunk 2077 我打了8分 打了我跟你讲 是吗 绝对不止8分 抛开分数 这绝对会是非常好玩的游戏 我最爱的巫师3的制作公司 CDPR 加上戏份超级重要的金鲁里维斯 已经不会差了 而且赛博朋克2077 算是公开了非常多细节了 在CDPR的勤奋耕耘下 一个庞大又可信的赛博朋克开放世界 已经从DEMO时的海市渗流中走了出来 即将来到你的面前 其实真正打动我的点只有一个 就是自定义角色 因为是2077年嘛 游戏中的自定义角色 抛开了传统的男性女性的二元性别分类 允许玩家定制身体的每一个部分 包括胸部 臀部 生殖器的大小 以及相互组合 也就是说 我终于可以变成大X萌妹了 但是游戏是第一人称视角的 我真的太期待 可以在赛博朋克的世界里 化身成Anyone 去各种地下店铺里浪一浪 那可都是你在2020现实中 不能浪得到的东西哦 还剩下好多暂定2020年内 但没有确定日期的 留下三连 他们就不会跳票哦 《杜神记》 是刺客信条奥德赛的主创团队的作品 我觉得刺客信条奥德赛 如果不是刺客信条的话 可能会更好玩 所以就有了《杜神记》 这是一个美丽的希腊神话世界的 开放世界游戏 刺客传输信条之息 不知道开发的顺利不顺利 去年E3之后就没有更多消息了 现在官网写的发售日还是2020 但2020还有大半年 足够它发布跳票的消息了 刺客信条 英灵电 北欧背景的刺客信条 比刚刚的对马岛之鬼还不像刺客 看完这个预告片以后 我非常想玩一些维京主题的游戏 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 Steam上有一个类似文明加魔兽RTS的游戏 叫Northgard 挺不错的 看门狗 军团 预避的黑客开放世界游戏 卖点是 可以控制老奶奶 光环 无限 现在只播了两个片 之后会在7月的Xbox Series X发布会上 有更多消息 Mafia 决定版 不搞自己的到一半 突然冒出来的新游戏 老游戏 2002年的Mafia的完全重制版 故事很棒 快一N筹 有老黑帮电影的感觉 勇气末世录2 勇气末世录2其实不是系列的第二部 勇气末世录1 Briveli Default之后出了一个续作 和1的故事连续叫Briveli Second 现在的勇气末世录2才是Briveli Default 2 其实是系列的第三部 初代特别棒 画面和音乐特别出彩 职业系统也很好玩 Second就有一点一般 角色够好夸了 现在制作组做完八方旅人之后 又把这个系列捡起来 开始做二代 看之前的demo的样子 到处都露出一股粗糙的气息 但2020还很长嘛 时间不够 还可以延期呀 我对这个制作组 是很放心的 我认试一下 大家何就会认试吗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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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